外國賽 後一到 小心 你快吃吧 宣度什麼 吃 這很難看 热烈欢迎 因为我这速度比较大 今天是过年吐个喜气 我们俩小时候 都有这样一个习惯 长辈呢要给小辈儿 发点红包 发红包了 好好 南哥一声口 歌谈抖一抖 这为什么没有呢 有 有 每人都有啊 来来来 南哥万岁万岁万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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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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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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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了 过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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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笑 新年快乐 好 好 三 二 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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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由青春的第一支眼霜 完美巧克力青春眼霜 冠名播出的我的纪录片 我们的歌手 本周我是歌手的舞台 迎来的第二位部位歌手 有着韩国第一嗓音 被誉为韩国殿堂旗的歌手 自望正春元 他曾在韩国版我是歌手中 获得2012年度歌王 他在韩国是 殿堂级歌手 而且还是声音乐老师 在Vocal方面 他是很有研究 也很有教学的方法 他唱得好 不是因为说 他只表达他的技术 我觉得他的情感 也是非常的充沛 他在韩国 他的那个晚辈 还有他的学生当中有一个东方神奇 还有EXO 这个还有这个Super Junior 这样的明星 也是他的学生 所以呢 他这个韩国唱歌产业方面 他做出的很大的贡献的人 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是不是给黄岐山第一季帮唱的那个 跟那个黄岐山合作那次 感觉还挺精彩 认识认识 他唱歌唱得好 我喜欢听 挺期待的 挺看好他的 说起则旺 大部分中国观众对他的认识 要源于湖南卫视 《我是歌手》第一季总决赛中 他作为帮唱嘉宾 助阵黄岐山 共同演绎了一首大气 同时又极富感染力的 Without You 第一次来我们算非常匆忙 但是这个短短的排练 比赛 这么短短的时间在一起 我觉得他的性格好像很腼腆 很内向 而且他陪着我一遍一遍的彩排的时候 非常的有那种男人的 我一遍的 《我和歌手》一首卡 我把词以后,我一创下词, 我比较高音的缘分 , 我比较为难被歌音外冲。 我最重要的是, 我本人比较多的人所专门、 我缘分之跟我比较大量的外国人 crisくати。 我不是由于《中国艺作词》。 我比较高音的爱歌曲。 我挺喜欢的。 2,4,4,4 大家好,我是高射的ONE obligations 好 何必要 既然 既然 我和你之籲 有點緊張 可是 很幸福 很幸福 啊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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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福 我去吃煮 我想吃的 想吃的 想吃的 中国菜 中国菜 以前吃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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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吗 嗯 嗯 要吃一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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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来了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你好 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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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见到歌王 开始了 哇 老师你看 都是为了您准备的 哇 얼마나 많은 노래를 여러분들한테 들려드릴 수 있지는 아직은 모르지만 啊 들려드릴 수 있는 순간에서만큼은 정말 진심을 다해 부른다는 것 그 말씀 다시 한번 드리고 싶고요 그리고 정말로 이 좋은 자리에 초대해 주셔서 진심으로 감사합니다 고�시 고�시오 파이팅 올라 파이팅 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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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энерг 고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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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见到大家 大家辛苦了 希望大家注意身体 谢谢 怀揣着一颗诚恳的心 他来到中国物质歌手的舞台 真诚而又细腻的演唱 打动了现场的500名听审 获得了本场第一名的好成绩 The One的加入对我来说 是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情 相信对观众也是惊喜的一件事情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我们有了新加坡歌手 马来西亚歌手 有了韩国的歌手 我觉得我是歌手 从今天开始让我更加觉得 具有国际化和包容性 他今天真的做得非常好 你看他练的体力练得那么壮 为什么他可以练那么壮 因为他维持那个温暖度 一个歌声有温暖的人 就表示到 那个爱一直存在着 薄薄的一层 贴在那个歌的外层里面 今天他的这个表演当中 还让我比较感动的是 他在第一段 他居然唱了中文 他的中文的发言 我们一听就是老爱在唱歌 但是他的这种努力 和他的这种渴望和中国观众 很真诚的一种交流 这种愿望 我觉得应该会感动到 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 我觉得他最棒的地方 就是他活在这个歌的状态 你完全忘记他的比赛 你就感觉 好像你在弹 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 是最起码的结婚 是最起码的结婚 也累着浪多藏 是最起码的结婚 我真的要努力 我真的要努力 要努力 中国版的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我盼望你能够发挥 和在你的自己的国家的舞台上 一样的好 我期待你有特别特别好的成绩 让更多的在音乐的朋友们来认识你 让大家知道 韩国还有一个殿堂级的歌手 叫The One 加油 韩国版我是歌手 目前已经做了三季 在韩国取得空前的瞩目 而中国版我是歌手 已经做到了第三季 这一季的变化和改进 也引起了原版制作方的注意 中国版 나가수 其实是韩国版 나가수로부터始终了 但在第二季 第三季 我感觉到很多发展 中国化成为韩国的 나가수랑 互相反的不同 地展开los 的是《 وأ их演出时》的 互相当的 互相当多的 是 《第一季的歌手》 互相当有力量 把所有的歌手 以变化一点 有些 互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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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韩国人 互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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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被我是歌手导演组 冠以无敌唱将称号的孙楠 自参赛以来 一直都是问鼎歌王的热门人选 天生一副好嗓子的他 出生于一个音乐之家 父亲是一名声乐老师 本期纪录片 让我们一起走进孙楠的音乐故事 阿姨你好 这张照片是杠门 就是算水 他小的时候在幼儿园 他就往往压跑 多远多远 他自己都能找到回来 从小一道上个幼儿园不要 阿姨说看不过来 就这小调皮蛋 这时候是能留起水 还没想学的时候 像小大爷的时候 那时候就能唱歌了 就能演出了 您还记得您教他唱的 第一首歌是什么吗 第一首歌是 因为他小的时候说话 那时候就傻了 高一声 想不去 我就叫他一个宗人 能不能跟我们来两句呢 第一首歌就是 雪 爱 爱 夜 茫 茫 我从小时听我妈唱歌了 她念 她小时候唱歌呢 都不能唱歌 因为我家这个 大概就遗传式的嘛 我爸是唱歌 我姐都是唱歌的 小时候对唱歌非常抵触的孙楠 没有继续家人的音乐之路 而是选择成为了一名工人 小时候希望做一个工人 到我爸爸工厂去工作 到我妈妈那个单位也去工作 因为我的工作是一干夜半 我就会迟到 迟到了呢 就会扣工资 扣了只剩八九三千 但还要每天要挤车 还挤个账 所以后来一想 哎呀 可能换一个工作 可能会更轻松一点 所以就开始唱歌 1991年一测偶然的机会 让孙楠有机会 进入到中央歌舞团 古建芬艺术培训班 这也成为她音乐道路上的 第一个转折点 在大连呢 有一个历景饭店 有一些祝慧的歌手在那唱 就给我介绍了这个人 来了以后呢 一看呢 小白胖小子 还揪了个小边 那个时候能揪小边 就够潮的了 听好听喜心 正是这匆匆一见 顾建芬在心里 记住了这个白胖的小伙 也记住了 他不可多得的好嗓子 当时真正的流行唱法 是个怎么样子 社会上还是一种错觉 所以我也很想找一个 爽朗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孩子不错 有一点个性 他的声音特色 很自然的声音的这种唱法 我觉得挺好 吴老师对我特别好 他一直相信我 吃块料 但装给我团的时候 因为工资不高嘛 大家都其实都生活得很拮据 我们整团的我特别不相信 两个人一个方式 这张呢 就是我们古建芬老师的学生 就每年的初五 在一起聚一次 轮班请客 比如说去年孙男 今年妈咪 明年我 后年纳婴 就是排下去 采访你呢 一会儿我还得带他们去大石桥 还在吗 在是吗 我知道 找一找 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地方 就是著名的中央歌舞团 现在全变成家属宿舍楼了 原来所有演员的排练 什么的 我们像孙男 我们大家排练 都在这里排练 咱们去看看住的地儿 这不大石桥胡同吗 你看我还真能找着 还有问题 忽明忽暗 还有灯呢 还真有床 就是这种条件 这楼道里好多人 大伙一起 反正他唱他跳他弹琴的 挺有意思 快乐 从来比我觉得 在睡地下室那段时间 经济有多接规 是一个非常苦的生活 现在想起来永远觉得是 欢乐更多一样 我经常有时做梦 也会梦里 不知道回到地下室 并且走了 而且特别清晰 但是一定是很开心点 非常愉悦的那种生活 1992年 幸运之神 再次降临到这个大男孩头上 在1992年的时候 我们文化部呢 组织了一个去香港的表演 它叫十大歌星 但是我面对说 根本算不算十大 就连歌星都不算 但是古老师那个时候 推荐我 因为那次经验之后 在香港表演非常成功 就很多香港唱片公司 快来找我亲人 当年我是第一个 亲人香港 内地的艺人 1993年 孙楠正式加盟 香港艺能动音 有限公司 看似风光的音乐发展之路 并没有孙楠想象般的轻松 于是四年后 孙楠放下在香港的所有成绩 凭借单曲《红旗飘飘》 重回内地寻找音乐梦 1999年电影同音曲《不见不散》 一夜飘红 孙楠这个名字 也意识成为各大音乐平台 最常听到的 这首歌让全国人们的变成 最近通过《不见不散》 享有我的音乐实验当中 一个里程碑 外界的变化 大家认识我人多了 工作忙了 然后之后再也没有像以前那么方便的出门 随着音乐事业的一路攀升 我们在各大影视金曲中 总能听到孙楠的声音 歌曲《你快回来拯救》 更是横扫各大音乐颁奖典礼 你快回来 我一人承受不来 我觉得可能我的声音比较适合 有故事的音乐 所以很多导演 拍电影也好 还拍电视剧也好 他们拍完以后都会想到我 除了热爱音乐 生活中的孙楠 其实还是个运动爱好者 2000年 孙楠加入孟州足球俱乐部 孙楠来队他是2000年入队的 2000年入队 实际到2002年 他已经急速的快速的成长为队长了 他喜欢前锋 但是有的时候 那部训练的时候 调整他一下 他也没问题 球场上 你看他该射门的时候 他绝不浪费 老宋我们踢了 10多年球了 他一直是一个 就是很好的前锋 每次来的话 都是能够特别地 在前面斩获这个进球 如果正常在北京的话 我们都会在训练 坚持训练 踢球更多的是一个 欢乐的大家庭聚会的一个场所 我们约好了一块 挑战挑战维持人的高难度学道 然后享受一下冬奥会和会场 你怎么学会 华雪他很有经验 他已经摔碎了三个头盔了 三个头盔就是都是摔的 好像是粉碎性骨折那种 2005年 我们就成立了孟州明星赛车队 那么实际上每一年 两岸三地的明星都参加的 有时候在北京多数的时间 在上海的F1的赛道上 前面是第一 只有起步 只有起步是要用你挡 你起跑 那就往往了 看过了孙男这么多极限运动的爱好 您是不是对他有了新的了解 那在家人眼中的孙男又是怎样的呢 他对自己的打扮和身着打扮和他的形象 他是非常注意的 女方说他长得胖啊或者怎么样 然后他我觉得他都觉得不在乎 他就觉得自己很好 咱俩配着吗 那你眼睛是这样的吗 我真受不了 大家看看镜头这样 我给你妈发过去 你看看 这就是我吗 你往前哪 你往前 我还都不能这样呢 哎呀你脸啊 往前也没有用 美中必须得有一天 或者两天呢 陪着孩子 重要的演出 提前去通知家 给订好机票 订好酒店 该什么时候去 都安排得非常细 就是给他安音就说 咱妈心体要好 我什么都好 咱妈要不好 我什么都没有进 就是你唱歌 他都没有那个 所以他非常关火 一天就 妈怎么样 在家干什么 我看电视 等那天就给我打个电话 我都特别窄 当然除了运动之外 基本上都在家 甚至我的朋友 跟我聚会的时候 我都很少出门 都希望能够在家里 在家里吃饭 我特别练家 2014年 孙楠成为了 我是歌手第三季的 首发歌手 纵观孙楠的前七场表演 可谓是常常出大招 不论是对沧海遗珠 是否爱过我的重新演绎 大呼环抱梦开始的地方中 草原上升起 浮落的太阳 还是阿卡贝拉 无人伴奏 人生合唱的 至少还有你 都表现得非常稳定 而随着 我是歌手节目的热播 有一个名字 大波 成为了观众 对孙楠新的称呼 这一次终于有机会 我可以全新贯注地 投入到我是歌手第三季的工作当中 我希望能够这一次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能够找到我儿时的 最天真的对音乐 最纯洁无瑕的那种渴望 我叫发车 好 我出发了 让你吃饭吧 好的 谁敢这么大胆 一块红碧 对啊 孙楠演唱 孙楠是谁 孙楠你都不 孙楠就是大波呀 我爸爸小的时候 给我起过一个名字 他叫孙惠波 就叫起来 就叫大波大波叫 因为我哥哥叫大斌 所以呢 我叫大波 他叫孙惠斌 我叫孙惠波 过去就是 保护后一个名 完了随便叫一个 到现在 我也拿他当小孩 也很 还想叫孙楠 不叫 都是大波 你是由青春的第一只眼霜 完美巧克力青春眼霜 冠名播出的 我的纪录片 我们的歌手 本周又有一位 特殊的观众 通过微信官方公众平台 芒果新记录 来到了 我是歌手的 节目录制现场 这是我是歌手的门票 您可以到床下 看我是歌手 我叫卡玛尔丁可悠木 我今年14岁 我现在在 乌鲁木齐艺术学院 附中上学 这个管韩红 叫妈妈的男孩 卡玛尔丁 是韩红 在2013年百人员江公益行动中 任养的维族孤儿 这也是他任养的第二百二十九个孩子 我在卡什尔徒福利院 收养了这两个儿子 我也姐妈妈 从小就展露舞蹈天赋的卡玛尔丁 顺利地通过了新疆艺术学院 成为了一年级舞蹈专专业的学生 我很期待去长沙 看我是歌手现场 我现场看了 为韩红妈妈加油 这里是乌鲁木齐大巴扎 明天我就要去长沙了 我想给韩红妈妈买个礼物 那个报纸包子是什么 韩红妈妈还有阿里姆小的 哪一个是你 这个大的 我这次跟卡什尔徒福利院的 Rezvan Gulli老师一起到长沙 看韩红妈妈的演出 韩红妈妈你好 这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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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的 认的吧 对啊 这个特意为你买的 特意为我买的 好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我自己画的 阿里姆河 这是你们两个吗 他自己画的 我画的太严重了 好 谢谢 非常好 好 谢谢 非常好 都有点有点那种 想哭的那种冲动 看完本期节目 您是否也有冲动 想要来到现场 聆听震撼的音乐 每周五 关注我的纪录片 我们的歌手 您就有机会 成为现场的一名 幸运观众 下周晚十二点 我的纪录片 我们的歌手 技术为您讲述 歌手 台前幕后的感人故事